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市位于中国西北部 与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接壤 是中国西部重要的边境城市 今天起中国新闻推出系列报道 追着花儿看新疆 记者走进新疆塔城 记录这里在与中亚国家商贸往来 促进民族团结以及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故事 今天播出新疆塔城打造中国向西开放 连通中亚的新窗口 新疆塔城附近有全疆距离城市最近的陆路口岸 巴克图口岸 依托该口岸 塔城不断地拓展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商贸往来 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新窗口 从塔城出发一路向西 巴克图口岸在阳光下处立 这里是新疆18个国家一类陆路口岸之一 也是全疆距离城市最近的陆路口岸 沿着我身旁的公路 从塔城市出发 仅用十多分钟就能抵达巴克图口岸 这里有260多年的通商历史 自古就被誉为中亚商贸走廊 而如今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商贸交往日益的密切 这里也成为中国向西开放连通中亚的重要窗口 清晨满载货物的货车从这里出发 最快仅需要12个小时就能到达哈萨克斯坦最近的货物集散点 李学峰在口岸附近经营农产品出口贸易 这次外国客商采购的是山东寿光采交 这批采交晚8点装车即将从巴克图口岸出关 驶向哈萨克斯坦 这个车装好以后经过海关十分以后 咱们报关好像进行报关 夜尾后每天早上在45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关 巴克图口岸拥有全江首个农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 哈萨克斯坦的油葵 优质小麦 中国的油桃 采交等优质农产品都可以快速通关 保证新鲜 今年5月2号这里的通关时段 由原来的每周6天 每天8个小时 增加为每周7天 每天12个小时 进出口企业的通关效率得到提升 咱们巴克图今年实行了新的工作模式 像当天进了这个采交 当天就可以出去 在口区只停留4到5个小时 我们原有只有两个通道 就是为了增加整个的通关能力和通关效率 我们在原有的两个通道基础上又各增加了两块 所以这块更加的增加了整个的通关能力的提升 塔城拥有新疆最著名的马伊塔斯和铁列客体两大风区 风力资源充沛 具备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天然优势 而巴克图口岸的快速发展 也让这里的新能源产品出口中亚乃至欧洲各国更加的便捷 2020年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获批 这家主营风机叶片制造的新能源企业 成为在试验区先行发展区落地的首个项目 在新疆这个塔城建立塔城的生产基地 我们主要是依托了当地的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风资源 第二个我们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后面的出口 中亚 欧洲 以及一带一路国家 把新疆塔城作为一个中间点和铸撑点 为了方便企业出口 巴克图口岸设置了能够让大型叶片直接通过的出关通道 还在园区专门设立检查点 简化出关流程 数据显示 今年巴克图口岸进出口贸易增长势头较好 截至4月22号进出口货物18.34万吨 货值61.56亿元 总台央视记者 新疆塔城报道